母草龟肠脱落在外康复案例 或许是辣得难受 草龟显得不太安稳 又在轻按它的脑袋几分钟才安定下来 7月16日上午 用双倍姜粉在尾巴根部按推了一圈 下午陆续产下三个蛋 不知是否难产导致肠脱落 接下来每天都用姜粉撒在脱落的肠子上 并用姜粉按推尾巴根部一圈 一周后仍然没什么变化 我想可能是养在浅水中 稀释了姜粉的作用 于是改为干养 只沾湿尾巴周围有姜粉的地方 干养几天后 卷曲在外的肠子慢慢变直了 露出体外大约10公分长 靠近尾巴处有鲜红的肉色开口 卷曲在外的肠子慢慢变直了 慢慢的 肠子最末端约4公分处开始萎缩腐烂 我等到腐肉快脱落时 才动手移除 数日后又产一枚蛋 再过几天 剩下的肠子末端 二至三公分处再次萎缩 整个外露的肠子开始腐烂 特别是靠近尾巴处 两天后发现靠近尾巴处的皮肤 溃烂得很严重 几小时后尾部整段腐肉自然脱落下来 仍旧继续撒姜粉 按推尾巴根部 草龟安静地配合着 然而在体外的肠子 如同一个大痔疮 几天也没有变化 8月9日 把草龟放回潜水中 喂些饲料 已经三周没有进食了 8月10日 脱落在外的肠子 缩回体内 康复如初了